我真的太man了我跟你說 這可能沒有人喜歡你 而且我也常常跟我的閨蜜聊這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我們出去 就是永遠是那個不會被搭訕的人 你喜歡什麼類型的 李東旭 堅調女兒王敏淳man到無人搭訕 理想型是李東旭 在哪裡有你在一起 陪著我點點滴滴 22歲的王敏淳從柏克麗音樂學院畢業之後 也跟著爸媽檢長李懿君踏入演藝圈 王敏淳演歌雙七結下廣告主題曲任務 只用了五天作曲實在太歸啦 我真的是壓力型選手 如果不給我指令我十天不可能 你會打開嗎? 完全不會 他就是一個天才 就是一個不會音樂但會唱歌的天才 開口就會了 甚至音準可能還比我還好 他覺得你唱得好聽嗎? 當然是沒有他好聽 沒有啦 我覺得他常常會跟我說 不要拿我跟他比較 每個人的聲帶也都不一樣 我不可能跟他唱出一模一樣的聲音 而且他不會演戲 我可以演戲啊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場才 目前王敏淳出道六年 雖然十六歲就先小事身手演了戲 去年也在八點檔上場 不過他曾經壓力達到想放棄 我現在真的是覺得我好爛 完全不知道要幹嘛 你也不知道導演講的 可能會有一些專業術 完全不懂他在說什麼 你也完全不會找鏡頭 你有印象覺得你 就是影響你比較深的一個人? 舞哥 他是一個很嚴格的前輩 他很嚴格 他的本都很細 他甚至會把你的動作是什麼 他都記起來 你就有點粗的想說 欸 那不是我的三角形嗎? 怎麼連他都知道我要幹嘛 就免除大家已經把你冠上型 二代五號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感覺 我還好 我OK啊 因為我沒有辦法決定我是誰 我已經出生 我沒有辦法說我在滾回誰的肚子裡面 幹嘛的 還是免不了網路上會有一些抨擊 會有一些惡意的評論 那一開始還是會很難過啊 但後來我發現 不要看就好了 你做的再怎麼好 就是會有人覺得你不夠好 正向吧 然後不免除我們問一下實事 你有沒有就是 給性騷擾啊 沒有 我真的太Man了我跟你說 我真的太Man 為什麼沒有人喜歡你?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們在劇組裡面 我真的就是一個 BodyBody的存在 而且我也常常跟我的閨蜜 就是聊這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我們出去 我就是永遠是那個 不會被打散的人 你喜歡什麼類型的? 李東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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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一點 李東旭啊 不夠具體嗎 我的意思是說 你有些什麼條件 他看到的什麼條件 就是李東旭 李東旭啊 我的條件就是像李東旭 像李東旭的人在哪裡 哪怕會沒有人 哪怕會沒有人 很久 欸我也才幾歲好不好 而且我身邊真的太多就是 男生真的是從小到大那種太好的朋友 那時候被害到就是覺得很好笑 唉 算了沒差 反正我解釋也解釋不清楚 那爸爸好像要問你 我為什麼半夜要偷吃麥當勞啊 就是因為我那天剛拿到那個甜心卡的公關瓶 很厲害 很厲害 有個快樂